好了 三课 那么上节课呢 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看的是关于字母的这个权限设置操作方式 然后呢 需要去记作的东西呢 就这一节 就这张图 给谁设置 怎么去设置 加进等于 最后呢 是什么权限 WX 还有个横线 这是字母形式 那么字母形式在写的时候呢 刚开始可能觉得写着写着还习惯 但是后来之后 你用着别人看的一些写的这些命令 你觉得别人那个写的更简单 怎么简单呢 它有另外一个形式 叫数字形式 那么举个例子 有些时候 大家可能去看一些技术性的博客 你比如说 发现这个命令 叫CHMOD 然后777 然后什么什么 .txt这个文件 你看它这个权限多简单呢 那一下就搞定了 那这个777呢 这种形式怎么 称之为叫权限的一个数字形式 那数字形式这个东西呢 我们也得会 也必须得会 这种形式也比较好用 但是有个要求 要求什么呢 要求你的这个数学的反应能力要快 你也知道这个77怎么来的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就得去缩一下这个东西了 经常会见到类似于这样的命令 会在一些技术性的网页上 看到类似于CHMOD 然后777控格 然后A.txt 这样的一个权限 那么这种形式呢 我们就称之为 数字形式的一个权限 也就是这里面77 那这个777呢 是怎么得到的呢 那么在讲这个777之前 先去介绍一下 咱那个权限不是有读写和执行吗 那么读写执行 它除了呢 用这个R W和X表示之外呢 它还有另外一个表示形式 那么如果用数字表示 R就等于4 如果用W用数字表示就等于2 如果X用数字表示 那它就是1 4 2 1 那这个7怎么出来了呀 这个7呢 是表示最大权限 也就是4加2加1 也就是拥有全部权限 所有的权限都有了 所以77呢 是最大权限 这个7是这么来的 4加2加1 这是这个数字 它那个来源 它原本的数字呢 只有这三个 但是这三个一组合 就很多数字了 比如说0 0这里面加不出来吧 0需要额外记一下 0表示没有任何权限 没有任何权限 也就是0 但是0这个东西呢 设的时候呢 见到的机会可能比较少一点 但是能见到 0表示 半能读 半能写 半能执行 那它对应的原始符号 就是三个权 1呢 表示 1是指示执行 是吧 指示执行 它包含读写 不包含吧 所以它不能读 不能写 但是可执行 那对应的符号是杠杠 X 然后2 2呢 它本身表示是读 表示写 2表示写 所以呢 它不能读 不能执行 但是可写 对应的原始符号是杠W杠 3 3怎么出来的 2加1 2加1 2是写 1是执行 所以呢 3是不能读 但是可写 可执行 对应的符号是杠W杠 4 4是 就是4 是吧 4就是4 那4是读 所以它能读 不能写 不能执行 2杠杠 5怎么出来的 4加1 4是读 1是执行 所以呢 5是可读 可执行 但是不能写 所以是2杠X 6呢 4加2 4加2那就是 可读 可写 但是不能执行 所以是RW杠 最后一个77 7的话是4加1加1 所以是可读 可写 可执行 最后对应的是RWX 那现在这个0到7 知道什么意思了吧 然后以后呢 如果说咱用数字去算这个权限 那一定你得把这个数字 你得计算好 比如说 我要想要求这个某个用户啊 他对这个文件是读写 可以 但是不能执行 那你想着啊 读写 读是4 写是2 读写 加下就是6 你得快速的在脑子里给他算一下 数字形式虽然方便 唯一的缺点就是需要你去算 你算错了 数字一旦算错了 那这结果就不一样了 结果就不一样了 所以这个数字的话一定要算好 除了这个要求 其他没有什么要求 只要能计算就行 语法和前面是一模一样 就是原先这个位置的这些东西呢 就变成了数字了 所以它的语法呢 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这个比较方便 的确比较方便 来举个例子 那么 例如 我需要给 给给这个文件啊 这个文件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文件 in ll in 量这个文件的话 它现在是只有一个执行权限 并且是其他用户 那要求设置的这个权限呢 要求给这个文件 把这个文件给它复入过来 要求给这个文件 来设置一个权限 那么权限呢 要求 所有者 拥有 全部的权限 全部的权限 然后呢 同组用户 拥有 读 执行权限 其他用户 只读 行了 那这时候呢 我们来分析一下 第一个 全部权限 这个部分是 全部权限 全部那不就是读写加执行吗 那就等于读加写加执行 而读等于四 写表示二 执行表示一 所以就是7 所以就是7出来了 然后同组用户 同组用户拥有 读和执行 然后这个部分是G部分 读加执行等于四加一等于五 最后一个读权限 这个部分是欧部分 然后读的话 那就是读嘛 读就等于四 那么四它不合任何加 它就等于四了 那就结束了 所以最终这个权限应该是754 由上 由上得知 由上得知 全限为754 754 所以最终的命令应该是CHMOD 754 然后加上我们的文件名 754加上文件名 OK 指线一下 来查看一下 和我们想的一笔一样 所有者 全部 然后同组用户读 执行 其他用户读 没问题吧 没问题 所以这个命令 也是可以去执行的 但是唯一的缺点就是说 你需要去计算一下 其他的还好 但是写起来 比较简单 写起来比较简单 这个是计算的方式 这个计算的方式 在这个地方 算出来就行了 好了 算出来之后 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去尝试去建一定户 试试看 看这个权限 它真的有这么神奇吗 那现在的话 我们这里面虽然说有用户 但是我不建议用 也有的用户 我先建一个 user add user add add一个 test吧 test吧 add一个test 那test这个时候 我有指定组吗 什么家组呢 没有吧 什么都没有 是不是 所以它创建的时候 应该是有自己的一个组 对吧 死刑 然后设置下密码 要不然待会登不了 test 123123 123123 设置好了 设置好之后 这个文件的话 我们本身是在 加募下 这加募下给你们行 这个root用户加募了 即使你有权力进不来 把它移走 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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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p这个叫in 给它挪短去拿 挪到甘木录下吧 为什么挪到home呢 你非得挪到这个tad的夹下 就不下去了 犯不着了 挪到他一个访问的地方就行了 是不是有了呀 让我们看这个权限 看有没有问题 全线 LS L1或者LS 杠没有 可以是吧 全线对吧 没有变化 行 那么接下来我要切换用户了 我先切换到根下 然后su test 是不是换过来了 换过来 那这个时候 我这个test 这个用户 它应该属于三个部分的哪一部分 首先肯定不是所有者 对吧 然后由于我们没有指定 test的用户的附加组和组组 所以它肯定也不可能和root同组 那它应该属于其他用户 是不是 那其他用户有读权限吧 行 读权限啊 能不能读 VRM 能读吧 并且下面有什么 只读 因为它没有写权限 所以它只读 那它没有写权限 能不能改呢 是不是进来了 警告 正在修改一个指读文件 那么改个看看啊 改了啊 保存了 加强制之前 哎 行 那强制是行 WQ 写得进去吗 写不进去啊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这个权限 还是很有用的 其实你强劲出来了 我们看到文件有没有改变 没改变啊 没有改变 所以这个操作 还是可以的啊 这个权限还是很有用的 你看彼看 那万一说我通过管理员呢 我把它的读权限 也给它干掉 密码不对啊 哎 密码被你们看到了 行 进来了啊 进来之后呢 然后呢 我们再去改一下权限 比如说CHMOD 那现在呢 我要改这个叫 刚才是754是吧 对 那么现在改成750 那或者说751行不行啊 因为这个文件 它也不是执行程序是不是啊 所以751也行 750也可以啊 然后加一下 列一下看看啊 LS-L 最上面没有读吧 也没有写 OK啊 那换一下SU Test 然后呢 我再来VLM 然后VLM这个叫MA 走 权限不足 但是是进来了 但这里面没有东西 对不对啊 看不到内容啊 来 试试 试试 肯定不行啊 所以不用想了啊 出来吧 那VLM不行 我能不能用看了呢 之前我没提过一次 说 读学线会影响文件的 查看操作 我们并没有说打开 我们说查看操作 对不对 那VLM是打开 那KID是不是查看呢 权限不够 那还有KID什么的 还用响吗 不用了 就不用响了啊 还有 T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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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 都不行啊 那权限 还是很有用的 权限不够 权限可以生效的啊 一定生效了 行 那么这地方的话 最主要就是说 我们需要对这个数字啊 需要有一个了解 这个数字呢 分别表示什么意思 以及呢 它的一个计算方式 那么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面试题 需要注意一下 如果我用这个超级管理员 我们设置了一个文档的权限 是 这么个设置的 CHMOD -R CHMOD -R 然后呢 731 后面的话 假设叫AA 这么一个命令 那么请问 这个命令 有没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 这个时候 你得拆分一下了 看这个命令 有没有什么地方 不对了 首先这个命令 从语法上看 语法有没有问题 语法有没有问题啊 没有是不是 那么没有的话 那什么地方 可能出问题呢 来 猜分一下 猜分一下 第一个呢 叫 拥有者是吧 拥有者 拥有者是几啊 7 7等于4加2加1 对不对 那又等于读 加写 加执行 没有问题吧 第二个 同组用户 同组用户是几啊 3 那3的话 我们猜分的话 应该3等于 2加1 那就是写 加执行 最后一个 其他用户 其他用户 1等于1 等于执行 有没有问题 哪一部分 哎 这个地方 有点问题了啊 这个地方就有问题了 那问题 问题还是比较明显的啊 问题是比较明显的 能写 但是不能读 怎么写啊 是吧 你都不能读了 不能读是不是打不开啊 打不开 你怎么去写啊 所以像这种权限的话 就有点怪异了 咱们可以试一下啊 咱们可以试一下 比如说我通过这个管理员 切换一下 切过来吧 然后CHMOD 我给它改成731 731 那么731的话 这个地方的话 咱这么找 713也行啊 因为刚才我们这个TES 并不是属于同种云固码 是吧 所以把这个3往后挪一位 用TES来测 改成713 然后 看那个权限 对不对 ls 杠 对吧 能写 能执行 OK 那现在我放了 TES VM VM当前的 这个目录 这个文件 缺言不足 但是我本身对于这个文档 有写权限的 哎 能不能改啊 他有警告吧 哎 说这个正在修改一个 指的文件 保存一下试试 他是读不了 他是读不了啊 所以他这方 他没有读权限 他没有读权限啊 但这地方显示有问题啊 地方显示有问题啊 其实这个东西呢 我觉得不要 反比 反比要好啊 这东西不对啊 退出来啊 保存不了 嗯 所以这个权限 奇不奇怪啊 奇怪吧 他是 没有办法去打开内容 你还想写 没法写 啊 没法写的 哎 嗯 不打开 不打开 输出重电像 哎 你这个答 这个回答的很好 咱试一下 哎 比较奇葩啊 iPhone iPhone表示输出一个东西 比如说我iPhone一个 123 那么辞行之后就123 就是输出东西啊 原样输出 iPhone iPhone一个123吧 然后呢 呃 往这个 往那里面加是吧 看一下就行了啊 那么打开一下 换一下用户 换一下用户吗 打开看里面内容便便 我们不是看里面内容 我们是看便便啊 123 124 怎么还加个板 然后按 你 是不是想这 这个是 什么写啊 追加还是覆盖 追加 哎 那说明这个操作 可以 可不可以 可以啊 的确是 可以的 这样就可以写了 因为不是你打开的 不是太多用户打开的 因为系统需要去执行这个输出 输出重定项吧 输出重定项 所以系统打开的啊 你打不开 不代表系统打不开 所以系统能打开啊 这个问题的确挺挺有深度啊 答得挺好的 所以以后的话 我们需要去注意一件事啊 就是说 在这个写权限的时候呢 写权限的时候 千万 不要去设置 类似于上面的这一种 我们称之为叫做奇葩权限 同名文件 是啥 真的是各种各样的问题啊 TESTA 然后 删掉 RM-F 然后后面是 删不掉啊 删不掉 以后在写权的时候 这种权就不要出现了 只能写 结果说不能读 这种权设置没有意义 没有意义啊 这种权设置没有意义 虽然说上面这里面呢 他给我们介绍的是0到7 一共是8个数字 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数字呢 其实在以后呢 就尽量不要出现 不要单独的出现啊 比如说2 2不能出现 3也不能出现 就2和3不能出现 1能不能出现呢 1可以 1可以啊 1可以当中出现 0也可以当中出现 就2和3不行 所以呢 你一旦看到这个命令 哪个命令有这个2和3 这个命令就有点不合理了 这个命令就有点不合理了 所以这个地方需要注意一下 如果一个权限数字中 但凡出现 出现2与3的这么一个数字 那么则该权限 就有不合理的情况 结果他只能写的不能读 这个不对啊 那么这个是数字形式 现在呢 我们才能询了两种形式 这两种形式的话 大家以后在用的时候呢 也没有说强制 非要用哪一种 你觉得你哪一种玩得很溜 你用哪一种 就是尽量选一种的 你自己能拿得准的那种 数字形式 字母形式 都是OK的 想用哪一个都哪一个 没有什么标准 字幕志愿者 杜茜茜德廷 可以用哪一个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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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一样 感谢观看